佛法教导我们学习放下 因为唯有彻底放下 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自在 人生有限 对于物质的需求一样是有限的 然后因为我们的贪念 让我们沉淀在物欲当中 也正是因为这些的贪念 成为我们生命中沉重的包袱 毒害我们的生命 人生如一叶扁粥 无法附在太多的贪欲与奢求 每一个脚步的放下 它虽然没有办法 让我们完全的解脱痛苦 但是它可以让我们 慢慢的解脱痛苦 能够慢慢的解脱痛苦 也就很不错了 时间其实也蛮多的 一个人从出生到往生 这是很长的岁月 从我们开始学习 我们就今天开始 到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这时间其实还蛮够用的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慢慢的放下 然后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再去学习 比如说阿皮达姆的教理 他可以帮我们分析出很多的 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一些道理 火教理讲放下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放下身外之物 甚至放下我们自己的肉体 第二个是放下对是非之法的 执着之心 只有彻底的放下 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在解脱 史方新闻规文 许建一台南采访报道